前几天看到一个国外的报道,据说在美国有一家公司,这家公司的老总才七岁,专门回收塑料瓶子,可乐罐子换钱,这些年也赚了十几万。 想想在我们中国,小孩子三岁的时候,可能还是个什么都不懂。 在公园里玩滑梯,悄悄板的傻孩子呢,主要是从客户手中,回收一些,他们喝完饮料的塑料瓶子呀,可乐罐子呀的。 现在这个小朋友,已经有四十多家固定的客户,也包括当地的俱乐部呀等。 不过这也离不开家人的帮忙,毕竟在美国一个环保国家中都有回收中心。 父母就帮忙把小孩捡回来的塑料瓶子,可乐罐子送到回收中心,防止污染。 男孩的父母就希望男孩把赚来的钱当作学费。 但是小男孩的想法,却是用来买更多的垃圾车,可以拓展更大的业务。 不可否认,那么小的孩子,就已经有如此的眼界。 截止到现在,人家已经回收了二十多万个塑料瓶子,可乐罐子,赚了大概1.3万英镑。 折合人民币也就是十几万。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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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! 好,好,好,好哦!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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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!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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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